他从夏威夷要滑桨 要滑到加州去的时候 竟然在中间有300公里处 他滑不动 结果他就碰到了一个所谓的 垃圾浓汤 这几年 尤其是在回收 在利用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会不断的被检验出一些 跟环境荷尔蒙相关的一些微塑胶 大约是在1980年 男人的精子数量 跟2023年的评估之后 少了40% 现在也有发生 在母奶当中 也有微塑脚 那你的是不是 赢在起跑点的部分 就可以把碳紫基隆下降 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看 由荒野保护协会 碳税联盟 永巡会所共同办理的 Upcycle together 台湾企业的循环经济新法分享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陈耀设计的许晨永 许总监 许总监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针对循环经济里面有一个议题 叫做循环设计 循环包装 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合作 那我想今天邀请到徐总监这边呢 希望能跟大家来聊一聊 怎么样透过设计 也就是说我们设计师的理念 来达到一个减量 循环 回收 永续的一个效果 那我想先请徐总监这边 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这样 好的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许晨永 那一般人都叫我徐老师 今天很有荣幸接送朱博士来邀请 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是 在循环包装 绿色包装 以及减量包装 这样的一个话题 首先呢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从1991年 从事这个绿色包装的行业 那当时呢 刚好是台湾经济成长的阶段 然后看遍了台湾从 所谓的田 那个烟角木的时代 那一直到现在 看遍了整个的经济成长的趋势 那也看遍了整个包装 它的一个从材料 从一些工法 然后从塑胶的大量应用 并且转换成绿色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将近有32年的一些经验 那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所以我今天会 也带来了一些国外的经验 那也带来了一些样品 然后等一下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做 逐步的分享 老师大概是从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 开始有注意到包装减量 包装设计 以及包装循环的这个议题 从1991年就退伍之后 就投入了包装的产业 那当时呢 就作变了台湾的所谓的PC啦 Monitor啦 Scanner啦 然后到LCD TV啦 甚至到太阳能 等等之类的 那当时呢 台湾完全是以出口导向 就是用了大量的发泡的塑胶 有很多的业主 首先呢 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我的包装材料就是尽量的便宜 那也没有想到说 他后续的回收的问题 那直到在1996年的时候 我就受邀那个外贸协会的包装试验所 然后去做一点包装的教育的推广 在那个当时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一边美国的一个划船的选手 他从夏威夷要划舰到加州去700公里的时候 竟然在中间有300公里处 他划不动 结果他就碰到了一个所谓的垃圾浓汤的一个漩涡 那这个漩涡呢 他竟然直径有将近300多公里的一个所谓的垃圾浓汤 这个浓汤里面有70%到80%都是包装的垃圾 那当然我们自己有在思考的说 如果说我们持续的在制造这么多垃圾的话 那是不是将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垃圾浓汤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了 我们可不可以把一些包装材料 不要做一次性的抛弃 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些包装循环 然后或者回收 然后并且可以再重复的使用 那时候就埋下了这个因子 我们差不多也是1991、1992 开始买了这些电脑 那买了电脑你就开始会有printer scanner 或是有些其他的这些轴片 每一次一买回来 其实让我觉得最困扰的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包裁 有些保力龙尤其难以处理 但是事实上 如果没有这些保力龙的保护 那或是某一些瓦刃子的这些保护的话 我们的机器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部分老师在过去一段时间 从事这个设计的这个产业的时候 是不是有跟一些比较大的企业 例如说我们国内的单膝的这些龙头 做过某一些合作 最早期的时候我们有跟宏基电脑合作 那当时呢像宏基有自己品牌 那他也接代工 刚开始的时候都总觉得说 就找个箱子 然后就把电脑或把monitor就装了 就送出国去了 可是竟然发现说有很多的一些退货的问题 他们当时也去了美国做了一些探讨跟研究 后来才发现就是说 原来包装不是只有把产品放在纸巷 他们有号称一个叫做 Packing Engineer 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 它不是一个包装设计 它是一个包装工程 很多的产品呢它必须要先做一些可靠度的认定 然后去做一些物流的探测 了解到消费者使用的情境 整个卖场的通路摆设 把这些资料收集回来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包装呢它是有需要适当的缓冲厚度 需要适当的缓冲材 才能够把这些运输过程的冲击能量把它吸收掉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是说 包装不是包的越多越好吗 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在包装工程角度上是需要对冲击 或对落下或甚至挤压碰撞的重要的点 给它做适当的 对保护就可以了 也慢慢的会了解说原来包装它是适当适正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包的越多越好 其实老师这边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 经过一些比较是有系统的这些研究 或是验证就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有些事情是有罪事化的空间 所以慢慢我们就从刚刚讲的功能性经济性 然后再进入一个所谓的 环保永续性的一个考量 那我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PC的这些这个龙头 他们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这些电子的品牌厂商 他们最在意的就是听到客户真实的声音 那客户真实的声音一部分就来自国外的Sales 或者是他的所谓的通路商 经销商来告诉他说 现在消费者在意的是什么之类的 那的确的就说不管这一锅所谓的垃圾浓汤 开始发酵 以及在全世界各地就开始发生都一些塑胶过量 然后甚至会发生都说 现在有少子化 然后他可能跟塑胶也有一些关系 那渐渐的就有一些的比较具有正义感的 以及对整个环境保护有共识的一些团体 然后他就开始渐渐的去推广 就说如果说你可以把包装材料的塑胶去做减量 或做减少化 消费者又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产品 然后在包装的部分呢 又希望能够不要有太多的塑胶化 那渐渐的这些电子厂呢 他们就开始去思考 首先就是研究国外的一些规范 然后以及各国的法规 然后看看他们会不会有处法 以及他可以做到的界限是在哪里 那毕竟呢 有时候做代工呢 他总是在这种微薄的利润当中去游走 不过呢 在试过了将近的二三十年左右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现在的电子业 尤其做品牌的 他们首先的第一个考量 而不是以单价为主 而是思考了之后 这个材料呢 它能符合基本的三个R 然后甚至呢 会提升到五个R 到七个R都有可能 甚至他们已经慢慢就说 一般我们除了recycle啦 reuse啦 甚至reduce之外 他甚至可以思考 我能不能做repay 就回修一点 那甚至我可不可以做 所谓的review 再填充 是 或者是reuseable 就类似他们就一直开始思考说 我这个包材送给客人 那我有没有可能透过逆物流回来 再做重复的使用 其实跟老师聊到这里 我觉得也是开始进入 我们台湾企业 循环经济心法的一个重点 其实循环经济也是我们 近零碳排 十二大战略之一 其实尤其我自己在这些工作上面 就也是很强烈的感受到 我们的垃圾 真的是这个垃圾量居高不下 这个其实现在各县市之间 在这个垃圾上面的处理 也是伤痛脑筋 全球的话是有所谓的塑胶公约 希望我们塑胶的使用是减量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其实国内环境部 他对于我们的这些适度包装 不要过度包装 从以前是定性的一些要求 到现在其实有一些比较定量的规范 所以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规定已经出来了 不是只有台湾 尤其欧盟 那以及日本都已经有比较明确 这类相关的一个要求 企业本身经济性 功能性跟环保性都要坚固 可是这个他们自己有说生产为主 事实上是需要老师这样的一个设计专家 来一起帮忙 处理这个议题会很重要 可不可以请老师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环境部啊 在民国84年就已经通过了过度包装管制办法 目前来讲他会针对的 就我知道有高饼液 食品加工液 化妆品 酒类 以及光碟 电子类的包装 然后他有限制到三层 两层 然后甚至现在有进而有要求 有采集币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空间 就把你的产品的长宽高 再加上约30%的空间 当作是一个空间比 那如果电商的部分呢 是不足以超过50% 那如果说你要是一旦被 集合人员所检查到的时候 那就是罚台币3万到15万 而且是立即下架 那如果是累犯的话 会加重刑法 这个已经在我们国内 已经立法通过了 而且这个法规目前列立风行 所以每次到中秋节啦 过年啦 情人节啦 端午节 这些通通都会被集合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做得还蛮好的 然后相对的 在环境部也有很多的既定的公式 然后就让业者自己上网 然后去量一下自己的产品 量一下自己的包装 然后按一个钮 就可以算出来 那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好 而且不只是所谓的生产的业者 连设计的同仁 然后或者是连消费者 都可以很清楚说 我买到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被灌水了 那刚刚会提到说 在缓冲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那其实现在澳洲已经开了第一枪了 这个所谓的包装废弃物 如果说你是塑胶的 你就不能丢在我一般的垃圾车 或循环的材料里面 你必须要拿到特定的环境去处理 而且你要付费 所以呢现在变成有台湾有很多的业者 要出到澳洲去的时候 他的客户就告诉说 你能不能改纸 你就改纸 要不然我要额外的付费 帮我的客人处理这些塑胶包裁 那当然我们去研究了澳洲的法令的时候 发现他并没有禁用塑胶 但是他是确实提高了废弃物处理的费用 是是是 然后针对是塑胶类的 所以相对我们这次在研究一些 用百分之百再生的牛皮脂做的直缓冲 他反而是大受欢迎 然后并且呢 我们除了可以让他有在运输过程稀正之外 我们也在思考怎么让他可以一体成型 在使用的时候又很省工快速 整个材机又可以缩小 那重点呢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reuse 那相对于一般的包裁 厂商这边是怎么评估那个功能性 可以达到的这样子 如果说当你的产品造型比较圆弧 然后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形状的时候 的确的是会有取舍 也就变成你可能没有办法3D的包覆 你可能只能做局部的接触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检验这个产品 它能够承受的我们讲说萃脂 能够保留多少的缓冲空间 然后我们自然有一套的计算方式 让那个产品呢做落下测试 然后再做震动测试 以及耐压测试的时候 都能够安全的符合国际的那个ISTA 对它就是一个国际安全运输协会 而且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临厂的这种案例了 这边大概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工具 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目前在设计包材的软体 不外敷就是用CAD 那如果好一点的话就用PRO-E 或用Sallywork 这也是一般我们工程常用的软体 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做一般绘图的 就用那个Artist CAD 那这是一个比利时的厂商研发出来的 几乎像包括苹果啦 PMG啦 他们都是类似用这样的一个软体 在画他们的盒子 那至于在很多的产品的落下 以及做震动模拟那个斜波冲击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这样的一个包装设计 越来越精密 越来越科技化 其实这个中间不管是从材料或是模拟 或是有些实际的测试 很多人在努力 有蛮多的这个进步空间 这个未来大家可以来加入这个领域一起努力 我这边再跟老师在请议一下 就是食品用 也就是所谓安全性的问题 例如说老师刚刚讲的 这个塑胶里面的可能影响了我们人体 观众可能有听过硕化剂 双分A 那最近大家可能有听过另外一个化合物 叫做全佛化合物 那这个全佛化合物 简单叫PEFAS PEFAS这样的一些物质 它其实真的是蛮广泛的运用在各式各样的这些物品 那当然我现在并不是针对特定的这个物质 我是想请教老师就是说 以前我们做一个工业设计师 我们在意的从外形再来功能 如今现在谈的事情不只是这些了 我们事实上老师可能要扮演化学家 开始对于这个尤其是国际间 欧盟里面的一些化学品的规定 例如说电镀 那里面有六架各 这个欧盟很早 他就说我不要你用六架各的这个物品 就是因为化学分析的这个部分 它的技术一直在进步 以前觉得好像不存在的 没有残留的 大家现在仔细验 看到东西越看越多 你拿去做一些毒性测试 多少都有一点问题 材料安全性变成老师工作一个重点 不知道老师对于目前这些材料的使用 或者说怎么样的来做一个评估 的确的在包装材料上面 这几年尤其是在回收在利用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会不断的被检验出一些 跟环境荷尔蒙相关的一些微塑脚 刚刚朱伯提到的PFES 这个属于环境荷尔蒙的这样的一个多佛的一个 碗基类的产品的时候 其实它是在环境当中它是不会被消失的 那它反而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裁 用在很多的地方是用在防水的籽类 然后或者是汉堡盒 然后甚至很多的食品盒的coating上 那我们也实在是很担心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丹麦已经是在2023年就全面禁用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欧盟也许会在2025年全面禁用 那刚开始这个所谓的PFES呢 简单讲就有我们经常看到的不粘锅 或者是GOTES上面用的一些的涂料 那这些涂料的就是防水防油 那它用在我们比如说你每天早上吃的一个 蛋饼的类子有不会渗漏出来 其实那个表面都有做PFES的吐层 英国的一个大学里面统计出来 大约是在1980年男人的精子数量 跟2023年的评估之后少了40% 这是太糟糕了 那当然这也是代表着说是不是有少子化 那因为在很多的微塑胶的数据里面一直找到 不管是在喜马拉雅的高山上 还是在马里亚海沟的深海里面 甚至不只是在人类的血液里 现在也有发生在母奶当中也有微塑胶 这已经是变成一个全世界人民要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我这边冒昧问一下老师 可以重复使用的 我感觉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再搭配老师刚刚讲的逆物流 那事实上就可以达到循环利用效果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用一再一再的使用新的包材 那老师怎么看待这个设计上面的趋势 现在去欧洲 甚至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店家 反而是走循环使用 他反而不要一次性 没错 有一些素食业的龙头 他在这些包装 以及这样餐具上面 大概也有没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作为 来呼应老师刚刚讲这个趋势 我们都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 大家就经常看到说 有一只海龟 鼻子被插了一只吸管 那从那个时候呢 我们政府也非常的积极的说 哦 是不是这些所谓的一次性的塑胶吸管要被禁用 就在2020年 那我们台湾就已经通过 就说禁止使用塑胶吸管 其实同年的部分 来欧盟 他也开始在禁止使用一次性的这种餐具 他们就是开始在做 我计划的要禁用 然后他们喊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然后并且 倡议了三年 然后进入立法阶段 依据在2030年 会通过禁止使用一次性的餐具 那在同年这个欧盟 他一个叫Green Deal 你在2030年的1月1号开始 你进来我的咖啡厅 喝咖啡的时候 如果说你要外带 很抱歉 没有 除非你自己带杯子 那你要喝咖啡 就在我店里面喝 我会给你一个陶瓷的杯子 2023年去德国的时候 到了一家麦当劳 然后就点了一个餐 他突然要叫我说 付一块欧元的餐具扣底费 我那时候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拿到的餐 看到 诶 怎么是塑胶餐具 我那时候就记得 在2020年的时候 欧盟已经有在倡议 就是不要用一次性的塑胶餐具 我就想说麦当劳为什么这样做 后来我才联想到 因为我有付一块钱欧元的押金 那我仔细看一下那个整个的餐具 其实质感做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当我把这些的餐饮用完之后 我就很好奇 他到底会怎么样处理这些 因为据我知道以前 麦当劳是不设清洁的位置 因为设清洁位置 他需要有新的水电 然后还有污水的处理 还有人工的支出 后来呢 我就很刻意的去观察 他们到底怎么做 然后呢 他们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些餐具 收去一个地方 把它固定好 然后我就发现工作人员呢 把这些餐具推进去了一个厨房 后面一个小空间 那个空间呢 大概就一张的书桌大小 然后他把一个很像 帘子的部分把它掀开来 他就把餐具快速的摆好 帘子盖起来 按一个扭 大约十分钟的时间 他就连清洗烘干 然后就完成了 对 就相当于在十分钟之内 就可以洗完三十个人的餐具 那也慢慢的去了解到说 原来麦当劳已经在做这种 所谓的循环餐具 那不过呢 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报道 就是那个欧洲的麦当劳总监 就开始在想说 因为大家很喜欢这个餐具呢 我回收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几 然后呢 他就打算把它加到两块 因为他发现这个餐具做得太漂亮了 像这样的一个 从所谓的静止一次性的餐具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叶子 它也在做进化 它也在做一些循环所使用的餐具 这也是简瘦的好所谓 对 我们反而会非常的乐见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呢 我也注意到 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通路商 他会提供一些空间 那也许你可以把一些包材 再把它拿回来 他们还可以用 不过 毕竟这样的案例 好像看起来都还不是很多 老师觉得 应该台湾怎么做比较好的 的确的做逆物流这一块来讲的话 它是另外一个成本的付出 所以你的商业模式 它需要有一些跟传统的一次性 卖断的方式比较不同 所以通常会做逆物流 它总是采用一种所谓的订阅制 那像订阅制的部分 我们比较熟识的就是 比如说你订的羊奶或订的牛奶 然后这些瓶子呢 当你用完之后呢 他隔天再送给你新的羊奶的时候 他就把旧的瓶子回收 然后并且也去做逆物流的处理 那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商业模式 当然我们国内的 关于电商物流的配客家 他在这个逆物流的部分 其实也琢磨非常多 觉得在逆物流这一块来讲的话 如果用你的商业模式 是一次性卖断的话 它会比较艰苦一点 那如果说你的产品是可以吐逼的 然后并且是循环在用的 那我所知道的很多的汽车产业 那比如说后照镜 那他的包材呢 就一分是金属的 用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重复使用的包材 送到的汽车厂 然后汽车厂呢 就把他的产品拿走 那这个包材呢 等下次送货的时候再回来 然后就可以再重复使用 那这种 我们反而是在B2B的部分 看到很多的宁物流包装使用 我这边跟老师在请教一个观点 那当然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给我们政府 还有我们的这些各个环保部门 还有法令定义单位某些程度的期许 就老师刚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一般消费者 饭饭来买一个什么东西 说真的 他不见得真的会想那么多 那有一些时候消费者 在某一些法令的引导之下 或某一些大型制造商 在某一些政府的一个法令的限制之下 当然才能够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那以及刚刚讲的新的设计 新的发想 可以号召某一些大型企业 一起来读什么 老师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看法可以给我们 如果说我们可以比照 像在德国或者是在日本 他们现在所做的方式就是 生产者付费 就是他们会从源头 是 比如说你今天做的是塑胶包产 对对对 那政府也许可以归列成 20个或者是30种的产业当中 你必须要每生产一公斤 你要必须要付多少费用 来当作是回收基金 是 然后这些费用呢 你可以想象的 他就是会在店家产生发酵 他可能就会涨价 那涨价呢 消费者就会必须要付更多的钱 那相对的就是说 政府拿这些所谓的回收基金呢 他需要有一部分拿去做 对民众的宣导 然后民众的教育 那怎么样去把它做 清理回收 然后再做利用 那一部分呢 就是广设回收站 然后并且让回收站 发挥这样的一个功能在 台湾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说 民众拿去回收站的机会 通通都是有所谓的 回收的垃圾车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看到 在德国的部分来讲是 他的垃圾纸收 纯粹是垃圾 那这种回收的东西呢 是民众要把这些垃圾 拿去回收站去 然后并且是付费 要给那些回收公司 帮他做处理 民众的一些要求 他会自发性做就是 他其实前头 比如说我不让你丢啦 这个事实上也大概都是有法令 不仅是有立法 还有确切的执行 这个大概都是有的 如果说今天 我们能够用法律 或是其他的一些机制 来让所谓的大型的通路商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 物流平台的业者 让他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非常同意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通路商 他的门口 或者他有某个位置 就是让民众去很好做一些 分类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一部分 大部分东西从通路商出来的 那如果说通路可以负责来做这样的事 然后并且赋予有一些责任在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是 很可以来试看看的 去日本的很多的超市的时候 其实 去了很多次 我会发现说 为什么他在结账之后 后面要放张桌子 桌子下面有垃圾桶 上面有塑胶袋 原来呢 就是让消费者 比如说你买的水果 原本中央工厂要运输到超市去的包裁 你就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把它拆解 然后就把它多余的塑胶 包裁就留在超市 所以相对的 你回到你家里面的塑胶 是变得很少量 然后你反而是把多的 因为他需要运输 或需要保护的塑胶包裁 你就留着给超市 就让超市变成一个 比较大的回收中心 那你带回去了 是不是相对的少 塑胶就变少了 那这是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概念 如果说超市可以这样做的话 也可以鼓励 让消费者 就说你来我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把你家里面的塑料袋 或很多的塑胶 你拿来 我给你做秤重量 比如说你带来了一公斤 那我就给你 类似10%的 discount之类的 或者给你一个coupon券 这样有点像是现在电池回收 对 就是你带电池 第一次已经应用 要应用到这个包装 对 那我记得家乐福 他们曾经就做过一件事情 他们现在的那个 净料的收缩缠绕膜 然后他们就把它收集下来 那就交由厂商 再把它做成收缩的缠绕膜 然后并且让它的 净料的供应商来任养这些 他们本来就需要用到这些缠绕膜 然后你就是继续来做使用 他们就是一个 寻成一个内循环的材料 他们体系内的循环 老师今天有带一些样品 这些制造商 因应这些相关的规定 优化之后的一些case 可以给我们稍微看一下 当然我首先拿了这一个 我想朱博士 你觉得这一个是什么样的产品 这应该是那个 饮料的杯盖 对 那你觉得这个杯盖是塑料的 还是塑料的 但这个是纸做的 真的 看到这个背后的这个纹路 就是会比较有感 那老师我请教一下 就是说现在这一些这样子 已经改变这样的一个材质 其实不只是减量 还减缩 这个事实上 目前已经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推动 环境部会要求的第一步 他就把以前的这种 手摇引的塑胶杯 第一阶段的把它改成用纸杯 那当然它的风膜 或者它的盖子 目前还是以塑料的为主 因为有使用安全的问题 以及它整个密封性的问题 不过呢 这样业者都已经可以把这个 是杯盖的部分 它内面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 它可以有到R角的方式 可以把杯子扣得很紧 嗯嗯嗯 而不会溢出来 这是台湾做的啦 在日本销的蛮多的 而且那个业者告诉我说呢 它销到日本去的时候呢 日本人特别喜欢这个杯盖 因为呢 它喝了咖啡之后呢 那个咖啡汁会残留在这个杯盖上 那个咖啡厅的业者 举办了一点点小小的活动 就是在那个很冷门的 比如说4点到5点的这段时间 你来喝咖啡 然后我们会有算命先 会帮你看你的咖啡汁是什么形状 来判断你的爱情观 这个杯子用的杯盖是来自 是用植物纤维的 而且整个杯子呢 都可以拿去做堆肥 或做直接做分解回收 谢谢老师分享这个部分 那老师对于持的一个环保性 老师这边怎么看待 那如果说用在工业包装 以及所谓的牛皮纸杖的这个部分 目前都可以用到百分之百的回收纸酱 它的回收纸酱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书爆 以及很多的快递剩下来的牛皮纸杖 这个都可以回收并且重复再用 当然如果说用在所谓的食品级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杯盖 甚至我们现在拿到了这一个汤匙的部分 甚至刀叉 它的目前所使用的原料来讲的话 它是用甘蔗浆以及一部分的原浆 当然这时候也有很多人会问我说 老师我用到原浆那是不是就会有砍树 那相对的对环境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很直接的影响说 树是感觉是在帮我们吸收氧化碳的 那你把它砍掉之后 那不就是会造成环境 可能会有地球过热的这个问题吗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倒是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就来讲一下说瑞典是那个IKEA的故乡 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家具出口国 那瑞典呢 它把它整个国度里面呢 划分成三万多个林区 除了它的国家森林之外 它就是每一个林区呢 一个月砍一个林区 然后他们自己很清楚说 我每一个林区所种植的新的树木 特别适合拿来做造林的山木 然后它大概就是直径长到约40公分到50公分 是非常适合拿来做家具的 它是每十年一个循环 而且当树木呢 它是正年轻 大概是25岁左右的时候 它是非常适合来吸收二氧化碳的 其实我蛮了解老师的意思 就是说使用纸浆 或是说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森林材料 实际上它背后搭配的是一个有系统的造林 那以及有系统的书法 例如说有一些木制皮 或是说有一些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循环利用 某个程度也是环境上面 它也是有兼顾它的有趣性 其实这样反而对整个森林的部分 它是一个能够促成自然的代谢 然后反而是把一些老旧或辅木的 然后透过输菌之后 再种植新的树木进去 会让整个森林会有一些新的生气在 然后并且也可以创造更多的一些经济的行为 如果我们是有一些生命周期比较短的 这一些原本的塑胶制品 利用像这样子的纸浆制品去取代的时候 看起来它的强度上面 功能性上面 事实上不见得是输给塑 这个塑胶产品 那老师现在怎么看待它的一个普及性 在市面上常常看到有一些环保的餐具 说实在没有办法跟塑胶的单价来比较 因为毕竟塑胶也经过了这七八十年 然后它整个供应链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非常的成熟 整个的良率以及品质都能够达到消费者的喜爱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用替代方案来讲的时候 因为它在整个产业还不那么的完整跟成熟之下 的确在单价的这个部分 它的确是没有办法跟塑胶来比 我在去年去德国参加英特佩克的时候 我看到一下德国厂商 它把玉米厂加工剩下来的玉米屑屑 然后把它挤压发泡之后 变成了一个包装材料 对那这个材料呢 它是可以做自然分解的 我当时去问了工作人员 当我问他说这个产品可不可以吃 这个吃生意还没有讲完之后 工作人员就拿来咬了一口 那我那时候他就给我的这个材料 那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在德国他们也常常应用说 在整个生产加工过程当中的下角料 如何来创造一个所谓的 循环经济的新的材料 那像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非常的看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再来拿 一个比较特别的 这个是在德国他们当地的一个咖啡 胶囊的一个包装 那它整个盒子呢是用再生纸做的 那当他把这个盒子打开之后呢 它呈现了一个咖啡球 它这个咖啡球的材料呢 它是用海藻胶做的 咖啡粉末是在里面 对然后它是用海藻胶加淀粉 做成了一个球体 那这个球体呢 它里面是有咖啡粉的 那他把它投入到 适当的机器里面的时候 它就可以萃取出咖啡液来了 整个这个咖啡球呢 它就可以当作堆肥来做食用 是是是 就来取代现有的塑胶 或者是铝箔的部分 其实我们从一些国外的案例上面 可以看得出来 做回收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它要付出相对的成本 因为你要回收车啦 要逆物流啦 然后要有场地啦 要有专业的人去把它做分类啦 然后再去做进行回收再升这样 但是在欧洲 他们反而比较追求一个所谓的 compostable 就是堆肥 然后甚至有很多的地方 它垃圾车可能一个礼拜才来一次 那也就是说你可能 家里的前艇后叶的树叶 就地就做堆肥 我们上次有去过法国 买了一根牙膏 它那个牙膏拿出来之后 里面附给你三颗 那个胡萝卜的种子 它告诉你说这个盒子呢 我用的是再生籽的 然后我油墨呢 是用植物性的油墨 然后你把这个牙膏盒呢 在你们家放了土 然后在上面有三个洞 你就把三个种子埋进去 三个礼拜等它发芽之后 你就移植到你家的庭宴去 那这个法式的幽默就是 买牙膏送三根胡萝卜的概念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做家庭堆肥这个部分 其实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下一个 我们要追求的方向 就等于是有一些废弃物 其实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用自然的方式 我们就已经可以把它来做一个处理 这样子 老师这边好像还有一些 哦呦 我现在拿到这一个 这个是芬兰跟瑞典的厂商 合作开发出来的 我们刚才看起来 它的外观就是 很像胶囊的样子 其实它就是要来取代 胶囊的复合式的包材 那我们知道胶囊 它为了要让药材 保护它的一个防潮 然后防日晒 以及防味道跑出来 或其他的味道跑进去 所以相对它的密度要做得很高 但是这一家呢 它是完全用圆浆的纸 然后把它的密度做到非常的高 透过冲压的技术 然后把它做成了胶囊的样式 然后它就是要来取代一些 复合式的胶囊的包装 对 那你可以想象 我们在全球 80亿人口 其实用在药材的包装 这部分来讲的话 对啊 它为了安全的考量 其实几乎所有的药材的 都不能被回收 因为它是很多的复合材料 一直在堆叠上去 那如果当然这个技术 被开发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环境是非常友善的 像欧盟它本身法令比较严格 事实上也引发了很多新的设计 新的发想 在最后我想跟老师再请教一下 我们来看像静音碳盘这些趋势 欧盟有所谓的C-BAM 现在美国也有类似其他的机制 荒野保护协会 碳税联盟 还有永勋会这边 其实也一直非常关注这个整个 碳费 碳税 以及整个碳有价化 这整个对全球的一些相关的体系的一些影响 欧盟这个统一的大市场来看的话 你现在进去 有ROHAS 有RICH 我们其实因为这里面很多的这个塑胶的材料 也都是化石燃料做的 未来包装也会变成是一个碳的客费 这个可能性 的确的 我们在看C-BAM这个问题的时候 从包装的角度上来看 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要做五项基本的碳足机盘查 然后从原物料 从制造 运输 使用 以及回收 那我们当然看到包装这个部分 它就占到它在运输 还有回收的 就是等于第三项的运输 还有第五项的回收这个部分 那运输这一件事情呢 就是如果当你的设计包装太大 那就会影响到你的运输成本 因为你体积就比别人大 你除了用比较多的包装费用之外 你还占了你的空间 所以这个在运输成本 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第五点呢 就是回收 如果说你今天所回收的东西 我们大概就分说 你是属于可回收的事业非器物 或者是可燃烧的事业非器物 这两个的收价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所大量的用到一些 比较友善环境的一些纸类的话 的确的现在纸类它的碳足机 就是可回收的碳足机 也比塑料来的低一点 那如果说业者 他要进入西北 或者是未来的进入美国的清洁法案 他完全都是用碳足机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你能够在 还没有碰到的时候 你就先做好准备的时候 你反而可以比你的同业当中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先做好盘点 那你是不是赢在起跑点的部分 就可以把碳足机往下降 随着ISO14067 碳足机这些相关的推动 我觉得其实大家事实上是 也会越来越重视 我相信这个循环设计 减量包装等等这些部分 未来更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 那我想今天非常谢谢许晨勇 许总监给我们一个精彩的分享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